雇主本想给我的生日锦上添花 结果蛋挞被严厉的爸爸罚作反省 离我的生日还有一个月 女雇主和孩子就在张罗给我过生日的事 受妈妈派遣委托 蛋挞天天想着发的向我打听我有什么生日愿望 想以什么方式过生日 我总是用新兰花蛋糕胡萝卜冰淇淋 这一类几乎不存在的东西糊弄它 在紧张的学业和各种课外活动之余 蛋挞一回家就惦记着做各种生日庆祝的布置 还不要我参与和帮助 因为要给我一个惊喜 可是我是在这个房子里待的时间最长的人 想让我惊喜恐怕比较难 因为我每天都在房子里转悠 终于有一天 我看到他站在桌子上 想把彩带挂到吊灯上 我说 你必须得让我帮你 因为这太不安全了 他无奈地说 好吧 我知道他们想给我制造一个惊喜 但他们明明没机会 所以我就没有期待会有什么惊喜发生 周四大清早 我到厨房工作 一上楼 就听到厨房门轻轻的 但是迅速的关上了 我开门 就看到厨房变成了这个样子 真难为他们了 因为弹塔通常七年以后才被叫醒 今天他应该是六点多一点 就被妈妈叫起来了 卡片的大概意思是 Villiam 我们真幸运生活中能有你 你帮我们所有人 教授弹塔 教我们成为更好的父母 照顾和打理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房子 希望你的生日和未来的所有日子都更加精彩 塔通常在爸妈和他共同的卡片上签字 但这次他决定自己单独给我个卡 短腿 长身子的狗狗 寓意 鱼短 情长 一天 除了接送孩子 我没做多少事情 因为女固主要我放松一下 生日礼物 是一张购物卡 晚上 他们又带我去The Cap 吃了一顿大餐 不过 吃饭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不大愉快的小插曲 据The Cap吃饭 本来是一件大家都开心的事 雇主本想给我的生日锦上添花 而蛋塔 却因为自己没有单独的蛋糕 而在餐厅发生哭闹 有点过分 回家后 爸爸立马罚他 在角落的一个沙发上坐着反省 并告诉他为什么罚他 最后的结果呢 是他得给我道歉 说对不起 我毁了你的生日 我接受了他的道歉 被罚才能结束 我雇主对孩子 真的是既宠爱又严格 在我过生日这天 又领教了一次 以后 我会做一个视频 专门讲讲 我雇主是怎样又严又爱 还不导致孩子困惑的 敬请期待哦 我接受我的爱情 我接受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